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谁这个题目 是每一个人在他生命中间 好几次会发问你 好几次会产生的一个思想 把这个思想发出来的时候 才证明你是人 因为除了人以外 没有一种动物 会曾经对自己的生命的存在发过一个问题 所以我是谁 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 这个能问的人就是被问的人 这个自己问的人也是一个问自己的人 所以当你发一个问题 我是谁的时候 这个题目里面已经隐藏了三个更次要的基本题目 第一个题目就是谁问 第二个题目问谁 第三个题目问什么 所以在这个大题目隐藏之下所包含的三个题目 才是明白这个题目的更基本的一把钥匙 Who asked the question 你的答案是我问 You ask whom 你的答案是问我 你问什么 答案是问人是什么 所以谁问 人问 问谁 问人 问什么 问人是什么 那么这个很简单的三个问题跟大案的对比架构起来 就变成一个没有逃脱的主观疑惑 你这个疑惑者是我 那你是这个问题的subject 你问的对象是我 是问题的object 所以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cause you no way to get out from the bondage of your subjectivity 我是一个要问问题的人 我是一个问我自己的人 我因为不知道我是什么 所以我问的就是问我说我到底是什么的人 所以这个不明白我是什么的人 也就是这个相当盼望他自己 可以觉得他自己是什么的那个人 所以被问的跟发问的是同一个人 所以这个主体跟客体的奋杂 主体跟客体的合一 就使你永远没有办法逃脱你自己的陷子